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赫生 祝福我吧 也不知道法国那边天气怎么样 要不我上街再陪你买几件大衣吧 阿孝 你别忙了 我这些衣服足够了 我听说法国那边女的都戴帽子 要不我也给你准备一点 真的不需要了 你呀 快点忙忙你自己的事情吧 我哪有什么可忙的呀 记得以前在绿里镇握自下衣的时候啊 你一直跟那个裁缝说要做得好一点 将来你结婚的时候啊 再找他做 我那个时候觉得 女人这辈子 结婚的时候最幸福 难道现在不是吗 有洛平哥照顾你 你一定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 可是我从来也没想过 结婚和分别是连在一块的呀 我的天哪 我现在都不知道是该开心还是该难过了 当然是应该开心了 我们现在都为彼此开心 为彼此祝福 因为新的生活 就要开始了 大少奶奶 你一个人去法国怕不怕 两帝的距离遥远并不可怕 可怕的是 心里的距离远了 这不成问题 我跟你的心永远连在一块 不管大少奶奶你到哪 我都会惦记你的 阿湘 谢谢你陪了我这么久 要不是你要去法国 我还能继续陪着你呢 都怪那个可恶的丁敏 家里一切都好吧 谢谢 都好 我娘还学会了腌酱菜 她还叫佩佩呢 佩佩学不学得会啊 这罐是我娘腌的 这罐呢 是佩佩做的 我呀 先学先卖 也不知道做得好不好 大家就将就着吃吧 我的天哪 这二太太 原来连厨房都不会吓的人 这现在连酱菜都会做来 这是太阳大西边出来了 二娘有心思学做酱菜 说明爹的身体好多了吧 确实好多了 而且现在也开始认人了 她一听说大哥还没有死的消息 激动的哭了 对了 大嫂 我们收到喜讯就回来了 为什么婚礼办得这么急促啊 这不 大少奶奶要去法国了 好 婚礼随便办吧行了 大嫂 这个家 前伴你这么多年 我们真的很感激 现在 你终于有了自己的决定 就算我们有多么的不舍 但是我说过 无论你做什么决定 我都会支持你 嗯 谢谢 等你们婚礼一结束 我也会带佩佩 去法国敬兴 是啊 到时候 我们还能经常见面的 你们都去法国啊 我真是羡慕 对了 现在唯一让我放心不下的就是 二叔还在牢里 你放心 阵帮已经找人去处理了 相信很快就会有好消息的 嗯 修乔 你看一下 这个款式喜不喜欢 嗯 谢谢你为我做的一切 我不希望 你对我的值有感谢 没想到 你非要在去法国之前 把婚礼办好 这个婚礼对我来说 很重要 好 其他的事情交给我办吧 告诉我 法国是个什么样的地方 法国 有着一条很浪漫的塞纳河 我们可以在左岸 喝着咖啡 享受一下 专属于法国的宁静 法国的天空很蓝 在蓝天底下 一片葡萄园 可以酿出全世界最好的美酒 我还可以带你去卢浮宫 去看一下 蒙娜丽莎的微笑 还有 巴黎圣母院 是阿孝给我开的门 他有事先出去了 你们有事要谈 那我先出去了 这是婚礼的帖子 我们刚刚拿回来的 希望那天你能来 你比我幸福 绣巧因为我 而受了很多苦 我以为我有机会来弥补 只要我活着 我就可以弥补一切 原来机会是不会等我的 所以你一定要 一定要让他幸福 如果你现在后悔的话 我可以把他追回来 跟他说清楚 不需要 难道这一切都太迟了 我不懂 为什么你等了我三年 却在这个时候放弃我 哥 你也别怪大嫂 这些年 他付出的也够多了 我真不知道该羡慕你 还是该可怜你 平常人一辈子遇上一个真爱自己的人都不容易了 而你呢 却不一样 明天我会回绿地镇去 明天我回绿地镇去 秋天已经买好 你是该回去了 爹人想你 本来我是打算和绣角一起回绿地镇的 可是没有想到 现在是我一个人回去了 你让我该怎么办呢 小米 你不要太激动好不好 我能不激动吗 你也不问我一下 你就自己做决定 你这么做 你知道不知道 我拿什么筹码来让赫生留在我身边啊 小米 这些年来 爹爹我心里一直在受到良心的谴责呀 我这样做也只是为了弥补三年前的罪过 我怎么能让赫生的耳术继续来替我们背这个黑锅呢 是良心重要还是你女儿重要啊 我好不容易拿到替方家平反的证据 让绣巧离开赫生 现在倒好 我之前一切的努力全都白废了 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我拿什么必绣巧 拿什么来让赫生留在我身边啊 赫生 你听我解释 你怎么可以用这么卑鄙的手段 逼绣巧离开我 你这么做只是为了要我跟你生活在一起吗 你看 为了你的死心 你把我和绣巧别成什么样子了 会幸福吗 我真的爱你 我不能没有你 你相信我 我什么都愿意为你做 我求你不要离开我好不好 我只是想跟你在一起啊 别说了 到此为止吧 我 果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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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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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巧 你等我 你一定要等我 从这一刻起 你们将彼此相爱 你们既是天作之河 就必须终身相守 互敬互爱 现在 请你们互相交换结婚戒指 作为相爱忠贞 信守婚约的信物 休想 好 好 好 没 好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绣桥 谢谢你没有嫁给我一真棒 也谢谢你给我留了一丝的希望 绣桥 放家的冤案都平凡了 二叔也无罪释放 所有的事情都告一段落 所以我要回到你身边 我回到你身边了 也许 我们应该做好朋友 仅仅互相了解 互相关系 或许这样 对我们大家彼此都更好 绣桥 我知道丁敏给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 但是我不能暴露自己已经恢复记忆的事实 我不能早点回来 让你受委屈 我很心痛 我只能在我心里面对你说 等我 等我回来 我没有选择 我必须提方叫平凡 不能失忆 绣桥 请你谅解我 现在所有的误会都解开了 我们可以重新开始吗 绣桥 你说呀 我求你回答我行吗 绣桥 我以为今天在教堂里举行婚礼的是你 我 我是抱着非死即生的心态来的 你告诉我 你是想让我生 还是死 不是这样的 我们之间 从来就没有生死相续的爱情存在 这些天 我一遍一遍地在想 你的承诺 和我的等待 这中间 隔着太多太多 无法解释的无可奈何 都过去了 修巧 一切都过去了 都过去了 嗯 那丁铃呢 他只是我的一段记忆 他不是记忆 他在战火中 把你从死神的手里救了出来 我不爱他 他是你我之间的阻碍 我不能让你 为了实现对我的承诺 去辜负一个救了你 把他所有的一切都给了你的女孩子 这跟你没有关系 是我辜负了他 我会和他做一个了断 我不会耽搁 你不是一个残忍的人 不要因为我 做了残忍的事情 否则 我心里一辈子都会不安的 修巧 你情愿放弃我 只是为了求得你自己的心安吗 别再避秀桥了 一直以来他做出的决定 都是为了顾全大局 顾全方家 这一次 就让他为自己做一个决定 好 亭金 你回来就好 绣巧离开了是吧 你以后都不会再离开我了 对不对 就算绣巧去了法国 我也不会爱你 可是他不会回来了呀 他选择了别人 即使如此 我也会用一辈子的时间去等他 绣巧等我三年 我就用三十年 三百年 来等他 这辈子我等不上 下辈子我继续等 那我算什么 难道过去的三年 对你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吗 在你的心里 我连一丝一毫的位置都没有吗 你为什么要把我对你那些仅有的感激 变成恨 在你伤害羞巧的同时 你把这三年所有的美好 都摧毁了 你永远都不会再原谅我了 是吗 我不会 你还没法 我不会 你为什么要骗我 为什么 你明知道和尚对我有多么重要 为什么离开了又要回来 你为什么给了我希望又要狠狠地犯罪他 我不懂你在说什么 你居然告诉我你不懂 你真的不懂吗 你怎么可以在我面前这么地伪装自己 是啊 你在和尚面前永远都会把自己 装得那么的可怜和无辜 好让他心软留下来 你真是太厉害了 要不是看到这张西帖 我还以为你是真心的想成全我们 没想到原来所有的一切你早就计划好了 你根本就不想离开 我没有骗你 但是我的决定是不会任由你摆布的 别以为你什么都得到 我是不会成全你的 过来 都不 你 凶手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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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永远都不会再原谅我了 是吗 我是 对不起 让我冷静一下 和射 看在过去的勤奋上 你一定要救救小敏啊 我只救想活的人 一个连自己命都不要的人 我又何必去浪费这个精力 小敏是我唯一的女儿啊 她就做任性都是我给管的 今天这个局面是我一手造成的 要怪你就怪我吧 我给你跪下 丁院长 院长 你 你起来 院长 你不要这样 是啊 这一切都是我的罪过 老天要惩罚的是我不是小米 因为我的私心才会让你们方家被抄 你恨我 这个账 却应该算在我的头上 你恨我吧 我不恨你 我在为方家平反 我不恨你 但是丁敏 我不会原谅他 我 我犯了这么大的错 你都能原谅 你为什么不能给小敏一次机会 让他活下来替自己赎罪呢 可是我求你了 只要你愿意给小敏动手术 你让我们妇女俩做什么我都愿意 怎么说你们俩动手未婚夫妻吧 你怎么忍心看着小敏去死呢 你别再说了 这个手术我无能为力 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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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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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情况怎么样了 院长 我们能帮上什么忙吗 看我这双手 这双手已经没有办法拿手术刀了 更别说回自己的女儿开刀了 这怎么办呢 是啊 罗医生他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丁敏死吧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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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来这里 能让你的心得到救赎吗 放弃一个在生死边缘挣扎的人 你真的能做得到吗 难道你不恨丁灵吗 我不恨他 他差点把你害死 在最后一刻 他推开了我 在最后一刻 他决定不再伤害我 你回来这儿 证明你的心里还是有牵挂的 别说了 我不会原谅他 你已经不是我以前认识的和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能再等下去了 小敏的生命随时都会有危险 这可怎么办呢 我只好亲自去做了 院长 院长 可是您的手 管不了那么多了 不会想 都去准备吧 好 走快走快 罗医生你可回来了 地面在手术室这边 这儿 来 来 罗医生 罗医生终于赶到了 有救了 罗医生 没想到 你回来看我 你的气色好多了 幸亏你没事 否则 我心里一辈子 都会有一个无法弥补的愧疚 愧疚 我一直没有机会告诉你 我心里是多么地感激你 因为是你 让何生在战火中活了下来 让我有机会 与何生再见面 来 来 我来帮你 我一直在阻止你们见面 我用了最卑鄙的手段 拆散你们 你应该恨我 应该诅咒我下十八层地狱 我不可能恨你 也不会诅咒你 因为我看到你对赫生的爱竟然是那么强烈 可是你知道吗 这样只会烧伤你自己 甚至伤害赫生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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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谁让我们两个人 爱上同一个男人 我也清楚地知道 在他心里 就只有你一个 就只有你一个 可是我控制不了我对他的爱 你叫我该怎么办 所以我只能伤害自己 来成全你们 我了解 所以我知道你的痛苦 我曾经以赫生给我的短暂的回忆 支撑了三年的等待时间 甚至在他的死讯传来以后 我都相信他没有死 他一定会回家 你陪赫生 度过了三年快乐的日子 你让他忘记 身为方家长子应该背负的责任 让他忘记 身处在两个妻子之间的为难 我相信 那一定是赫生最快乐的日子 可是他现在恨我 他一辈子也不会原谅我了 是我亲手毁了 我们最快乐的日子 如果你觉得错了的话 就等待吧 也许时间是最好的质量 答应我 除了养好你自己的伤 还要把破碎的心也养好 我会的 三年 会在足期里 这kop 碎 滩华 踏落 是浮光 消灵 万·金 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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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爱流的泪凝结成冰 谁能把绘画这泪泪 曾拥有的甜蜜 万般的柔情 我一直拼命的追寻 当爱弥漫在这夜空里 却孤单的透明 必让思念化成幸福的抛衣 就让我守着风越来越冷清 爱是无法出击的缚 又叫 碎碎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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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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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回不离笑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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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能留存在我的心 Spit下来 一切离笑的是 碎碎是 碎碎是 碎碎尽 这與黄氏斑都是 碎碎是 碎碎唯 被爱流的泪凝结成笔 谁能把回忆化成为你 曾拥有的甜蜜 万般的柔情 我一直拼命的追寻 当爱弥漫在这夜空 你却孤单的透明 一让思念化成幸福的抛衣 就让我守着梦 越冷越冷清 暗示无法触及的浮云 随思绪 要散去 那回眸一笑的风景 总能留存在我的心 你 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爱与悲哀的前面 我的心已沦陷 在舍欲不舍的两端 天已老 情未卷 游游弯弯流失的岁月 却在记忆中沉淀 曾有过如此刻骨迷信的爱恋 与花生相似的红颜 能不能找回你我熟悉的画面 让它完美的浮现 到如今多少伤情爱怨的你 完全都可以被忽略 有一种温暖还会陪伴我身边 是你羞涩的容颜 曾有过如此刻骨迷信的爱恋 与花生相似的红颜 能不能找回你我熟悉的画面 能不能找回你我熟悉的画面 让它完美的浮现 到如今多少伤情爱怨的离别 完全都可以被忽略 笑起哭 有一种温暖还会陪伴我身边 是你羞涩的容颜 在世事非非的边缘 人一君 神一君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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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作人的温习 为爱流的泪凝结成衣 谁能把回忆化成为你 曾拥有的甜蜜 万般的柔情 我一直拼命的追寻 让爱弥漫在这夜空里却孤单的透明 必让思念化成幸福的抛衣 就让我上这步 越来越冷清 爱是无法触及的浮云 随思绪 随思绪 遥散去 遥散去 那回不一笑的风景 你 总能留存在我的心 让爱弥漫 让爱弥漫在这夜空里却孤单的透明 必让思念化成幸福的抛衣 就让我守着风 越来越冷清 爱是无法触及的浮云 就让我守着风 既然会否则